据香港警方最新数字 自2019年6月至今年4月 香港共有8,001人因修理风波被捕 其中有3,286人是学生 年轻人犯法占四成之多 为了解市民对香港社会犯罪年轻化的意见 香港政团民间联在5月5日至10日期间 对1,385名12岁以上的香港居民进行随机访问 并于13日向传媒公布调查结果 受访者都觉得假讯息是激发了年轻人 做出破坏社会秩序和犯法的行为 超过六成就觉得一些社会领袖 或者政治人物的一些鼓吹犯法的言论 是鼓励了年轻人去犯法 六成半的受访者觉得老师和学校 是在和学生灌输守法观念方面 是不足够的 也都是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觉得政府 在手法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不够的 调查显示市民认为虚假讯息和政客鼓吹犯法言论 是煽动年轻人犯法的两大黑手 明洁联基于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在保障言论 新闻出版等自由的前提下 制定防止网络虚假资讯法例 本次调查反映出 有65.1%的受访者寄望学校和教师向学生灌输守法观念 对此民建联建议在香港大中小学全面推行守法教育 无论是大中小学都好 都应该是要响应 是做好积极一些的守法的教育给我们的学生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市民是对于老师的责任是有期望 市民是期望老师可以向学生灌输守守法的意识 而不是叫学生去违法达意的 此外民建联还建议特区政府建立教材资料库 避免教师使用内容偏颇或失实的网上资讯 并提出教育局应制定师德及违法教师名册 调整对违规教师的惩处机制等 并且检画优胡阳 为上我来讲的